哈喽,这种果你有吃过吗? 哈咪来耶 给我看一看 这个是什么来的 黑黑的 有没有臭疗啊 哪里可以吃的这种东西 鱼鱼耶 可以吃的吗 鲸鱼带也 这个果黑了了 哪里可以吃的 乌鱼模鱼哦 让我来告诉你 内锅 可以 咚咚咚咚 大家好,我是野 今天我要介绍你一种果子 相信有很多华人都没有吃过这种果子 但是马来人非常喜欢的找这种果子来吃 这种是什么果子呢? 这种果子在马来西亚、印尼 尤其是泰国相当受欢迎的一种水果 还是果子 也就是这个 这种果子叫做野铃果 英文叫Dog Fruit 也叫Jering Fruit 本来文叫做Vodgering 这种果子一般上拿来煮来吃 煮蒜辣、煮鱼、做酱料 还是拿来生吃 这种果子在青色的时候不能吃 一般上是在黑的时候才拿来吃 这种果子非常的特别 要剥开里面 它的里面的果 也就是它里面的种子 拿来吃 在外面 在市场 也许你可以看得到这种野铃果 有很多马来人在卖 它含有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维生素A、维生素B 磷、钓、生物件 精油、肋骨醇、丹磷和灶钓 如果拿野铃果和绿豆相比 它的蛋白质会比绿豆高出非常多 所以它具有帮助身体的组织的形成 这种野铃果含有丰富的铁 所以有帮助制造红血球的作用 所以非常适合给有贫血的人拿来吃 野铃果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铁钙磷 以及其他的矿物质 充熟的野铃果 具有帮助加强骨骼 达到抑防骨骼疏松症 野铃果含有维生素A、B1、B2和维生素C 有助于维持眼睛的健康 孕妇经常便秘 使用适量的野铃果 具有帮助消化和排便 预防便秘 但是不能多吃野铃果 多吃了将会引起心脏、肾脏、肝脏 有较大的负担 将会导致中毒 所以有肾脏不好的人 记住不能吃这种野铃果 野铃果它的糖尿油脂非常容易在人体分解 所以它具有控制血糖的作用 非常适合给有糖尿病的人拿来服用 在马来传统民间 他们拿野铃果它的果子拿来吃过后 剩下它的皮拿来做什么呢? 他们拿3-4片的野铃果它的皮来洗干净 来水煮 3-4天拿来煮来喝一次 他们说这种方式具有帮助 预防血糖增高 降低糖尿病的作用 4-5点 dij寮 5-3三角力 1-4点 6-4点 薄药 1-4点 5-5点 1-5点 1-5点 2-5点 6-5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